由台灣新奇兒創意協會 在新北勢力圖書館淡水分館 舉辦新雨展 新兒樂旅學的展覽 作品都是由一群自閉症的 漫飛天使在創作著 日前他們參與淡水女路的旅程 馬接博士一百五十週年 故事的導覽之後 利用他們的豐富想像 才創作出來的作品 一群來自台灣新奇兒創意協會的 自閉症新兒 在舞台上展現出歌舞表演 由台灣新奇兒創意協會 在新北勢力圖書館淡水分館 舉辦新雨展 新兒樂旅學展覽 作品都是由一群自閉症的 漫飛天使創作 日前他們參與了淡水女路的旅程 馬接博士一百五十週年的 故事導覽之後 用他們的豐富想像 創造出這些具有豐富想像力的作品 我們今年有一整年 在淡水旅讀的時間 那在這個一個年中間 一年中間我們來淡水非常多趟 那藉由旅行之後 讓我們的身心腸的孩子進行創作 那他們能夠具體體驗了以後 他們的感知接觸了以後 五感打開了以後 把這些靈感在進行在畫作上進行創作 台灣新棋兒創意協會表示 非常感謝新北市社會局的幫助 還有文化局的施力圖書館提供場地 以及淡水旅學堂 淡水中正小作所等全力協助 讓俗稱新兒的自閉症青年創作 能夠被外界看見 而這一群新棋兒從淡水旅學堂出發 走入烏來的泰雅部落 翻過福山到當年來旅學堂求學的 伊蘭格馬蘭祖領地 體驗馬街傳教的行醫心學之路 再將自己的旅行觀察和體驗 作為藝術創作 透過旅行跟學習 然後參與這個創作 然後這次圖書館 我們可以借一些書籍來閱讀 來看 來提升我們生意災害者的 這樣的一個知識領域 然後透過這樣一個社會參與 來提升他們不在社區 那在整個環境之中 他們都能夠很熱烈地 在一個角落裡面展現他的才華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可以讓孩子 因為淡水的人文故事非常的豐富 然後它也有非常多的 不同時期的故事 那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好的題材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今年的重點 放在淡水 也藉由淡水這個國際的一個 故事的一個城市 將來跨足到國際 然後到美國去展覽 協會表示 星兒只是不擅長與人交際 但他們內在的思維和想像力 是非常豐富 而每一位星兒創作出各具特色的藝術作品 甚至融入了教堂 鐘樓 淡水 木色等自然風景 而這些作品再拖映成帆布袋 更成了文創商品 結合在地旅遊 淡水輕軌等開拓市場 也可以幫星兒自立 而在開展的首日 台灣新奇兒創意協會的星兒 與淡水中正小作所的學員 一起用台語 英語 日語 甚至是格馬燃語 說一聲謝謝 也分別用這四種語言 作為淡水的旅學之路簡單導覽 讓這一群星兒展現出內心的想像世界 記者 許多音淡水採訪報導